好 觀眾朋友 我們開放Coin聽聽你寶貴的意見 來台南的陳先生來 陳先生你好 廖主播各位來賓 全國鄉親大家好 馬英九說總統要選給他 我敢負責任向全國鄉親保證 他當前那一天那個陳英玲會拿著ECFA那個簽署的 你看 你兩千三百萬看一看 有沒有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啊 沒有啊 馬英九是騙你們的 我今天呢 來接這個省長 我上次說你 就是你下來 我上來 不然反國家分類法 我要把你跟阿扁關在一起 你這個 說你讀大學會打電腦 你現在六十幾歲 四十年前就沒有電腦 你會這樣騙 再來延伸館 立議會給你問說 看那個這個特別會 你要怎麼用 你說 我靠上員工做公益 拿不出來 還去換他 大水庫 小水庫 有夠多說別 好 謝謝陳先生 來 感謝你 苗栗的宋先生來 宋先生你好 來 宋先生你在線上嗎 來 宋先生請說 有幾點要講一下啦 來 請說 然後第一個要講的就是說 那個有關於這次選舉啊 國民黨他一定會動員 就是軍縣警 還有檢調 農會 公營私業這一些的系統 嗯 他們一定有什麼出遊 或是什麼聚會的 那到時候就是說我們的黃先生 檢查總長不知道能不能出面 或者說他們檢調各地區的能不能深入一下 嗯哼 嗯哼 好 謝謝宋先生 來 台中的林先生來 林先生你好 哎 那個主持人你好 你好 台面上的大家好 嗯 我有四點你說 給我告訴我 第一點齁 馬英九 心機算錢 他每次開桌合桌 都帶阿扁來 來阿扁阿扁 就是因為那個 媽跟阿扁 各地騙這騙的成 這騙我們台灣人騙的成 你聽到嗎 嗯哼 啊 如果 娶 娶主席 如果動轉 有四個月 那個空窗期 我希望全國的老百姓 要讓民進黨過半 因為立委員 立委他就算先訴就主 這個中間 讓民進黨過半 才有辦法監督馬英九這個政府 亂不通 你知道嗎 錢亂不開啦 或是去加強 講的 有的沒有的 所以一定要讓民進黨的立委過半 來感動 這個空窗期 才不會去亂不通 嗯哼 第三點就是馬英九 他的立卡啦 一千五百萬的政治現金 那個儀處案 每個人都說不清楚啦 你聽到不 沒有說清楚 只要打伊昌案 他自己都說不清楚 還要再說 第三就是最近 到四點了 老委會 最近老委會有嚇一張牌 說什麼美尼家衛 有我們老倫年輕幾五百 我跟請請朋友說 幾五千就不能回家 這家的馬英九 那五百也不是他的證據 那是我們大家 他要給我們 就是要給我們 五千我們就不能回家 你聽到不 好 那劉伊如 為什麼要去打 在伊昌案 因為他沒有補 你聽到不 他就是 他把他轉移焦點 來伊昌案 來 那個老名 你聽到不 好 謝謝 好 林先生 用語還是 因為是國家元首 用語還是要謹慎一點 還是要有基本的尊重 謝謝林先生 扣印進來 來屏東的吳先生 吳先生您好 吳先生好 我就是屏東 我現在在講的時候 阿倫才不聽到 你在聽講 我在講的時候 我現在就是在講 我很想 他那些魚眼口怎麼補 他怎麼補 是補頭前補後面 我自己在講 魚眼口補完的時候 是怎麼清 我現在去看 他那些魚眼口 補完的時候 都會選擇相關 你怎麼看出來 他如果照顧 他照顧 我們看的時候 我看一條 看一條魚眼口 我會打給他 好 好 謝謝郭先生來 高雄的陳先生來 丹先生你好 來 丹先生你請問 喂 主持人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要給民進黨的人士 那個政治人物 給你們一個口號 跟蔡英文總統講 這選舉口號叫做 2012總統蔡英文 立委給過半 台灣人民的法案 台灣人民的法案執政就好辦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然後我要講就是說 這個宇昌案 那個劉毅如 不是雞蛋裡面挑骨頭 是雞蛋裡面挑小雞 他不認為雞蛋會孵出小雞 他說他們的認知就是 雞蛋就是雞蛋 小雞就是小雞 有這麼一回事嗎 雞蛋生小雞是很正常的嘛 所以中國國民黨 雙蛋都沒有報 跟他像奧部沒那些 破賽跟他這個報作 然後馬英九 四年前要選總統的時候 說得很好聽 六三三什麼股市 什麼幾萬點的 然後現在去到了選舉 現在全部都沒有實現 就選舉就無能 現在只剩下兩報就是回算啊 不然就是沒破賽要小心點 再不能就是造成了 你看看三十四年的棉被 好改天啊 如果吃飯飄養是減回成功的 你們都要相信啊 這就是他們造成出來的一些運動啊 好謝謝高雄的陳先生 來屏東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我講一下ECFA ECFA的話 那個剛才李建昌 李先生提出的那個案子 我只是一個建議 民進黨多查一下那個ECFA 那個康師傅的話 當初TDR回來的時候 這一百七十一億 一百七十一億 他拿回中國大陸的話 拿了一百五十一億 一百五十億 一百五十億回大陸 我說民進黨的話 當初怎麼不提出來 是一個法是在整個沒有個配套 整個在台灣的話 就邁向統一的路子 我希望民進黨的話 好好的監督國民黨的話 在以後我在剛才那個高雄那個陳先生 在提出一個那個口號 我希望那個全台灣的民眾 認識清楚 在這個國家 可能是最後一次選舉 那個宋楚瑜 你再不出眾手的話 這中華民國四個字沒有了 我上次也講過 謝謝 謝謝屏東的李先生 謝謝 就是在今天的 我們看到 因為大家對於擁褲都很好奇 可是馬總統就是一補再補的擁褲 他就沒要拿出什麼看 沒有那麼真正好奇 要穿起來 到底擁褲是要怎麼去補 怎麼穿 今天這個自由時報的民意論壇裡頭 有說該補的不是擁褲是誠信 這李毅清所講的 聽起來有道理 然後呢 對周美清的好感消失 這是一個李秀文 是金融服務業 新北市民 一都看到新聞 周美清背書 馬是不會撒謊的人 原先對周美清的好感 一下子消失無影無蹤了 周女士你如果繼續哭下去 我會尊敬你這位現代女性 沒想到你一開口失望失望 也許馬英九是不敢在你面前撒謊 沒錯 你的伶俐眼神大家都看過 但是家教雖嚴 出了家門 他說謊 直慶竹難書 你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別再幫他背書了 要拉票少說話 尤其不要跟著說話 我們就來看看 馬英九總統不只在騙大家 依據這個蔡信德所講的 他是前高雄醫學大學的校長秘書 天主教徒 他覺得 他說的是馬英九總統 連上帝都在騙 我們來看看馬總統 真的是不會撒謊的人嗎 下面我們整理過去他所說的話 那麼這個配樂呢 一開始就是2008年 準備好了的VCR 非常的夯 也震撼人心 也很多人 因為他們準備好票投給他 可是準備好了 開始胡言亂語嗎 我們一起聽聽看 台北縣準備好了 嘉義市已經準備好了 新竹市已經準備好了 張刀官 洞青年 彰化線 報導 苗栗一定要向前行 如果說我們做不到的話 要把薪水捐出來 你放心 捐款沒有問題 我這幾年來 已經捐了6000多萬 我一向經常捐款 尤其是捐給聯合全部 這是我擔任名譽理事黨的 我在報紙上都已經回答過了 今天報紙都登了嗎 我們家沒有人 我在1977年左右 曾經為了申請畢學貸款 跟在美國的工作 和需要 以依親的方式 取得了立場 但是在1980年代 的後期啊 就不再實用 以後呢 赴美法院 都是向美國代台協會 申請簽證 依照美國的法律 申請簽證 就適合放棄立場 這也是我們初期 在1974年到1981年 在美國求學的時候出生的 依照中華民國與美國的法律 它同時擁有中華民國跟美國的國籍 所以它確實是有美國的護照 我本人 我太太 跟我的二女人 都沒有美國的 你剩下 已經交付信托的 中央投資公司 一向黨民事業 依舊保證 今年底之前 我們會提出 黨產 處理的最終方案 剩餘 將捐作公益之用 等到未來競選經費 將以募還為主 對馬英雄失望 你馬英雄一天 夠選票 沒有夠股票 這種的選票要爆開 真的要爆開 那個嘴巴獎有什麼用 做總統的人 為什麼你是執政者 都沒看到百姓 在跟你們反應 你如果真的 不要再這樣下去 真的 六千三百點就到六三三 六三三來實現你的六三三 真的改朝換代 對 改朝換代 國民黨去年光是鼓勵 他就有二十九億 隨便拿出來就可以選舉 還需要跟年輕人募一百兩百塊嗎 民進黨不控我 一共吃了五次 立場只有兩次是富邦謠言 怎麼當市長 講三次 費用太說你是四次 當了總統又變兩次 你真的選擇性把它忘了一次 你說兩次 那總統 那另外一次跑哪去 你要講清楚啊 過年一年 政府施政 確有不足之處 造成民怨 我們已經深入檢討 將努力在新年 克力改進 台灣的未來 當然是掌握在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的手中 兩岸的協議 能夠 如何能夠保有台灣 與中華民國完整的主權 對於協議內容的決定權 是總統一個人決定 還是國共兩黨 就可以決定 台灣人民 能不用公投 來決定 自己的前途嗎 這個九二共識呢 實際上 是根據憲法來的 是根據當時的 這個李前總統的財事來的 九二共識 根本沒有 講幾十遍耶 初期自己說 他講的啦 沒什麼事啦 來我請教的是徐律師 這真的是一個 不會撒謊的總統 表力如一嗎 還是周美清跟著撒謊 小君剛剛撿的這段VCR 撿得真好 你看 從他馬上好 捐款 綠卡 黨產 股票 魚刺 還有和平協議 還有什麼九二共識 一連串 兩千三百萬人 可以決定台灣的未來 可是小君你撿的只是 重要的 還有很多他沒有撿到的 還有很多人沒講 譬如說那個天燈 我記得那個天燈 我現在看了還是 撥了好幾次 撥了好幾次 看了還是很震撼 一放上去 每個人都要有房子 結果房價漲到大家買不起 我對那個房子 那個我是印象特別深刻 多少人沒有房子 多少遊民啊 你看他上任的時候講了什麼 要解決遊民的問題啊 有嗎 他上任 他在當市長 還有上任的時候說 要發揚文化 所以呢 各個文化的層次 他都要去發揚 所以有個樂劇 樂劇也要發揚 所以樂劇我們 首先周靡米說 周靡米國法 根本沒有啊 完全沒有 而且呢 夢想家兩億三花 他花了很多錢去引進很多中國劇 樂劇只是九十萬就可以表演的 他 給人家三萬五萬 九萬 全部都沒有人 所以周靡米本來是最支持馬英九的 也跳起來了 以前就是停馬的造型馬 停馬的喔 現在改停蔡英文 是啊 為什麼他說他也不認識蔡英文 但是他知道 馬英九是騙人的 主委後期這張馬英九騙人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那為什麼周美金出來這樣講呢 這就是 這就是說 我們這句話說 臭小子還是大家最好 是